爱美是女人天性 而且是背后更是庞大商机 市场上不管是接睫毛 中睫毛 还是自己DIY戴上假睫毛 都可以让小眼睛变成大眼睛 而现在还出现有业者 就是标榜能够修补睫毛损伤 就好像是护法一样 帮你保养睫毛 这价格是一根一根来计算 零零总总的睫毛花样 也难怪现在全台湾的女生 一年要花掉9.6亿的商机 也因为如此 有些医院的检验师 干脆就脱掉了医生袍 因为改行当美睫师 这心事还跟着翻掌一辈 好消息也轻易用来接睫毛了 套用从前操作显微镜的 一双巧手 现在改替顾客接睫毛 他由医院检验师摇身一变 成为一名美睫师 之前检验师的工作 工时很长 对 那薪资都是固定的 就一般上班族的薪水 那做美睫师 自己开店的话 创业也是一种梦想 自身变美经验 转行的关键 还有看中台湾女生 一年接出9.6亿的 睫毛市场大品 让她薪水跟着翻掌一倍 那我觉得艾美白 就是女生的天性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工作似乎还不错 接中睫毛针有那么好赚吗 看看这些 不灵不灵的彩色睫毛 到贴近燃铁水雕毛 将求浓密的黑钻纤维毛 最普遍的蚕丝纤维毛 价格更是随着材质水涨船高 重要的是技嘉以一根一根计算 眼睛先闭上 你今天帮你先做保养睫毛哦 标榜接中睫毛易受损 市场还多出这种噱头 像护法一样 透过化学药剂 帮您保养睫毛 一样一根一根计算 最久维持一个月 价格动辄上千起跳 还有这些靠双手DIY 就能让小眼变电眼的假睫毛 最便宜到最贵 从十元到百元的价格差异 艾美的背后 其实都是庞大商机 最新的台北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